新世紀 新里程 新療癒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爱光新雨节目 我是张忠岳 我们非常荣幸 离请到我们的净空老法师 一支能够给我们众生解惑开示 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渴望 能够知道在生命的道路当中 其实我们有很多人都希望 找到生命源头 找到生命之光 而怎么样能够找到 我们的生命之光呢 我想很重要的就是 透过一个叫做修行方法 修行法门 今天我们也离请我们的老法师 师父我想特别要再请您继续 为我们众生来解惑开示 因为众生可能都渴望修行 但是在这个修行的路途当中呢 大家因为因缘的不同 可能有的人走的宗教的道路也不一样 是不是您能帮我们开示一下 我们怎么样找到正确的修行的方法 我们怎么样找到正确的修行的方法 这个事情 原格的来讲 要靠运气 一定要有好老师 老师到哪里去找 这个运气可能也解释成因缘 自己的夜报 对 所以你碰巧 碰上了 碰上要认识 你碰上好老孙 不认识他 你不相信他 那就没法做 这可不容易 现在谁能取得别人心的主 这就很难 我来到台湾 那一年 二十三岁 二十二岁就二十三岁 来到台湾 想读书 没有机会 找个工作 尽情能够照顾自己 读书的愿望 没读掉 这个时候 我遇到放冻的先生 我自己自家 介绍自己 给他写一封信 寄了一篇文章给他看 他一个星期 回我一封信 又我到在家里见面 我的目的 是想到学校 旁听他的哭 他召见我 告诉我 现在的学校 六十五年前 先生不想先生 学生不想学生 你要来听过 你会大事说话 我听到这个话 很难过 老师全我拒绝了 这个梦想 落空 没想到 坐了大概十分钟 老师说 这样好了 你真的想学到我家里来 每个星期天 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 两个小时 我给你上两个小时 给我讲了一部哲学开论 哲学开论 方老师为什么当时 特别要单独为您 是不是 他也非常了解 你的真心 为别的真想学 这就是学校的学生 已经不是真的想学 那为什么上学了 要文凭 拿到文凭 将来在社会找一份好工作 他目的在此地 小学生要学 中学生要学 为什么 他要考学校 大学才没上学 所以他不想学 你看看 六十年后的今天 中国外国都一样 我在外国 有一些大学 也挂教授的名义 大概我只上一趟两趟后 以后 不能教了 既然不能教了 我会不会去 对 这个要懂的 事实真相 老师不得不上苦 为了生活 他搞这个行业 他不能不去教授 教学生不听 那个给学生说笑话 逗逗学生 大家都开心 现在学生 影响老师 老师是学生跳学 这个老师他不好 学校下一期学习 不聘请 他就失业了 所以必须要投其所好 你们既然会文凭 我把考验预行公布给你们看 自己欺骗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 所以学校怎么办 学校变得这样 我们非常难过 方老师讲 哲学概论 最后一个单元 佛经哲学 我从这儿入门 我们原先以为 佛这宗教是迷信 从来没碰过 没想到 方老师告诉我 释迦摩尼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哲学 是全球哲学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是从这个过程里 相信你 没人说过 我们对老师有信心 老师不会骗我 所以我是这样入佛门 入佛门没有多久 大概两三个月 运气很好 有人介绍我认识张家大师 那是佛门的大德 方老师是一个教授 搞哲学 所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句话很重听啊 那我要证据 我就跟张家大师认识 以后张家大师非常好 也是一个星期给我一个小时 那时候教授什么科目 张家大师教授您的科目 不是 教我佛 如修佛的方法 等于说我学佛的基础 是他给我奠定 从哪里入门 从看破方向 师父可以教我们一下 怎么看破 怎么放下 对 看破 是了解四十真相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弥勒菩萨讲清楚了 物质现象怎么产生 是在念头波动 两千两百四十兆分之一秒 这样高的速度产生的物质现象 所以物质现象不是针 物质要不要发芽 要发芽 所有物质现象都不要去贪念 那有身体在受口而止 吃得饱 穿得暖 有个小房子会 这边 足了 快乐无比 不跟人争 人家要争都是争假的 都是得不到的 我们知道一家既然得不到 不争 心清醒了 永远不会跟人争争 跟事争 跟万物争 也不与人事物对立 也不跟他争 你说你多快乐 苦从哪来的 竞争来的 竞争很痛苦 发财要竞争吗 不许 如果竞争能够发财 竞争的人可多了 发财没你的分 才从哪里面里有 师父您说的一个是属于我们个人的修行的现象 如果我把它扩张说整个宇宙人类 因为宇宙人类是因为它有竞争 它有再次的革命 比如工业革命 没有 宇宙的整个宇宙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 就像做梦一样 不是真的 那人类为什么现在一直在进化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高科技 那不是进化 那是妄念 妄想 高科技 中国古人为什么不要 如果中国要走高科技的路 这个地球大概年轻年前就消灭了 不是的 不是竞争 是命理最为所有 命理既然有 后必要争 你去竞争得了 顶多不过是早拿到几天而已 早拿吃拿 吃拿比早拿更好 后必要去争 就我这一生 我感谢方老师 我这一生确实 过的人生最高的享受 儒家讲的 孔颜之路 孔子 延晦的快乐 跟佛法讲的 佛菩萨之路 是同一个层次 快乐 我说明白了 放下了 放下就没事了 明白就是智慧 样样清楚 一点不糊涂 那怎么不快乐 当然快乐 师父讲的快乐 跟我们一般俗世 讲的快乐 应该不一样 您可以形容一下那种伐心 这个伐心是从内往外发的 是从你内心的觉悟 我样样明了 样样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处理得非常脱天 这个快乐 要想发财 佛就告诉你 你愿意做 你就发财 财从哪里来 财不是 你用财物去救济别人 越识越多 张家他只教我 学佛 你要度快众生 你要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需要财物 那财从哪里来 就教我 你有力量 我说我没钱了 那时候生活非常困难 他就问我 一块钱用 行 可以 一毛钱可以 行 你就从一块一毛布施 心里面养成布施的念头 欢喜布施的念头 遇到之后 随分随力 叫圆满布施 还有这么个道理在 你有一千万 你布施可以拿一万出来 我只有一百块钱 我能拿五十块钱出来 我布施的功德超过你 我说 我是我的一半 你是你的万分之一 账是这么算法的 越识越多 一点都不下 这个路是我走过来的 学佛六十五年 一年比一年 收入通 一年比一年 布施出去得通 你说你多自在 不要存 存在那个地方 死水 不流通了 所以钱叫通货 你这边出去多少 这边进来 进来 比出去一定多 越多越是 多做好事 多帮助 苦难 重生 这个也就是我们量子力学里面说的 这个物质不灭定律 对 对没错 物质不灭 对 它其实因果就是一种物质不灭定律 对 对 对 所以这些都是修行的一个最基础的 对 对 你能这样做 你的贪神迟慢没有了 是 那是烦恼的根 烦恼的根断掉了 你就想多快乐 没有贪的念头 没有成灰的念头 别人打我骂我 一笑了之 你对我怎么样侮辱糟蹋 你告诉我的时候 我没听见 我听见了 没放在心上 你的心都快乐 心里要放快乐 不要放 苦 悲痛 不要放这些 你就自在了 人有没有生死 没死 死 死的身体 它灵魂在 灵魂在那里 大乘佛法在 库修家阿弥陀道 有一个地方 不晓得在那里 这怎么库修报告 我们知道 无处不在 无实不在 随时随随处 变整个宇宙 为什么 整个宇宙是真心变迹 十一年真心 整个宇宙 随六族慧能大死 开无数手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自信就是真心 真心生什么 生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 同体 一体 恩怨也没有 牙齿舌头一体 牙齿把舌头咬破了 舌头要不要报仇 为什么不报仇 一体 就这么个道理 你就是害我 把我杀掉了 我会不会愿意 不愿意 一体 因为我看身体是假的 你把他杀掉也是假的 确确实实 心理上痕迹都不着 他怎么不快乐 所以佛法是智慧 用智慧观察 难妙不可言 所以生跟死是一体 其实既无生也无死 对 仰华家做梦没有 睡觉做梦 醒来就起来了 梦全没有了 虚空世界都没有了 人生 不过是长一点的梦而已 死了就醒过来 醒过来的时候 他有麻烦 他在生前造的这一夜 一夜牵着他走 他自己受不了主宰 这就没有智慧 他行的善业上天堂 他造的卧夜下地狱 这跑不了 都是自作自受 开悟了明白了 通通放下没事 天堂也不见了 地狱也没有了 这是真相 真相是万发皆空 后人这一句话是 因果不空 因果是真的 所以不能随便说话 要复应果在日本 是 师傅 我们知道很多人死后 他的灵魂其实开始清除了 他就发觉他以前在世的时候 可能造了很多的恶业 或者他没有修行 他就渴望修行 所以一个人进入到中阴状态的时候 他一样可以修 他一样可以正果吗 可以 但是 那就是过去生中 很多世修行的功体在 那个没丢掉 绝对不是一生一世 生生世世 累积的修行 人灯到学报之后 境界先前全都完了 是 所以我们听过非常多的 这样子的案例 对 那我自己最近也碰到这样的案例 就是一个朋友的父亲 往生以后来托梦 要求超度 有 对 那 我有时候就觉得 为什么人在生的时候 就是明明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可是人 因为 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叫做 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其实是很粗重的 因为他的这个波动力 只是很沉重的 所以他 如果智慧不够 他就没有办法去清净佛法 在当生就能够开悟 对 舍了这个报生以后 反而好像开始比较知道 这个修行的重要 对 没错 所以我们在讲经说法 包括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有很多的众生 对 感应 有感应 很多人都有 所以说真 不是假的 对 都疼 我们七心都念 鬼神都知道 他七心都念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七心都念 他知道 我们最麻烦的 就是身体 被这身体害了 所以首先要了解 这身体是假的 不是真的 他不胜过我 他胜过我所有 我所有的 像衣服一样 衣服不胜过我 胜过所有的 身体不胜过 胜过所有的 你要这样看 就慢慢就明白了 对着身体 不会感觉到很爱惜他 也不要咋打他 就像衣服一样 我也不愿意穿破衣服 我也不愿意伤害他 这样就很好 我们一直有一句俗话 说叫做 一人出家九主升天 对 就是如果能够出家 修亲近的心 对于我们的上下 都是有利益的 都这样过 是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请示师父 就是我们常说 亲在不远游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 在谈家庭 其实我们做子女的 当然都应该要在 父母的身边 因为他是一个家庭 他必须要奉养 可是一旦出家的时候 其实他要舍掉 这个五育六成的 这些情爱 包括 当然不是说不爱父母 但是他不可以 随时在身边 对 那这两个来看 一个是属于大爱 家庭之爱是属于小爱 所以是不是一个 出家修行 他真的如我们一般说的 就是一个人出家修行 就可以九主升天 他要真修 他不是告假的 真修行的时候 有护法神 你的父母 有护法神保育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因为你要照顾 更多苦难的人 所以神也要帮助你 照顾你的父母 同样道理 如果我们不是为佛法 是为个人名文立养 那就不行 那最早的重度 但是我们看这个全世界的人口 以宗教的比例来说 佛教其实是第三大宗教 而基督教天主教是第一 对 那如果我们看在法上面 当然我们觉得佛教是最圆满 最究竟的 但是为什么就是基督教 他以快速的方式能够去传播 我不晓得我现在提的一个疑问点 就是说佛法因为他非常的精深 也可以说很多人看佛经是看不懂的 包括我们去参加法会 去听这个范拜 我发觉一句唱腔 他可能要拖得很长 要花很多的时间 以现代的人来说 他讲求速度 因为基督教他 他很容易深爱世人 他一句话 信我者得永生 他们就觉得找到了信托之处 现在的佛教 有没有可能因时因地来做一些调整 我的请示是说 比如说范拜 我们一本经书 他要唱诵 可能要念诵诵个五四五个小时 如果我是用现在的念 我不用唱腔 我一个小时就可以 我诚心 我一样达到我的功效 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佛教法门很多 是 你愿意简单的 有简单 最简单就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海鲜老伯尚给我们做证明 他就是一句佛号 念了九十二年 走的时候多自在 所以你喜欢读就读 你喜欢少 佛法很多由你自己挑选 像自助餐一样 你喜欢什么 他有十个钟 大的 每个钟底下还有派 钟派很多 所以你喜欢 你多看 多了解 然后你再选择 师父讲得非常的精辟 因为一句话就道破了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我们自己相应的法能 但是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 我们常常会去参加很多的法会 我举例说水路大法会 因为这是佛教的盛事 我有时候去参加的时候 我就不了解 因为这个有很多的古理 就是包括灾篇 不了解就不要去 了解搞清楚了 不了解去受人 是 那我今天提出来是想请示师父 比如说放宴口 我们就看到宴口的经文里面 有很多它是古代的时候 它甚至对于帝王兵飞的一个招请 对 但是现代这些还是用这样的一个仪轨 对 它仪轨没有变 但是主持参与的人员变了 这些放宴口这些人 从厨房到参加的这些人 如果自己没有修行真正的功夫 鬼神得不到理 必须自己有真实的功德 加持在理 它才能得到 所以你要真正明了这个事情 放宴口的时候超多家人 你自己跟着一起 你是用真心 他们帮助你 跟着一起帮助你 这个功德很熟识 如果完全让他们自己家人一个也不参加 很有心 那是做样子 做外表给人看的 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这都是人情 事故要懂 非常谢谢 因为师父告诉我们 其实法门无量 但是万法唯心 万法唯心 对 所以我们的修行 其实一门深入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我们这个契合的法门 一门深入 依据阿弥陀佛 其实就可以利益众生 自我 利他 都能够圆满 也非常谢谢师父今天的开示 我们也可以再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请师父 再给我们做下一步精辟的开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